历史上把中国和日本相比 在史学界做的很多 为什么这两个有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历史的起点不太一样 另外还有时代的环境 国力以及当时国内的条件 各个政治势力派别之间的矛盾 太不一样了 在晚清时期 咱们不说日本 就说中国晚清为什么成功不了 晚清时期 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力量 立宪派在社会上也有极具影响力 在这个时间 新政府再来完成 30年前他该办的事 他当然办不成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背景来看 他都不可能成功 谢谢 我们关于新政这段历史 也有一些网友问了一些问题 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柏拉图的弟子 他说在签订宪法大纲里面 他知道出现了很多的词 比如说像议院还有议员等等 那这之前在中国的封建王权社会里面 2000多年是从来没有这样的词的 所以他想问问说 这样的词是从哪里借鉴来的 这个宪法大纲是怎么起草的 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宪法 实际上民主意愿 这些词在19世纪70年代 早期改良派那里就已经有了 郑观音这些人 他们已经开始探讨这些东西了 他们在早期学西方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特别是欧美的政治 他们对这些了解 他们已经把这样的词汇引进来 并不是1908年才出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晚清的这清廷宪法大纲 他基本上是学的是日本的宪法 当时晚清派这个王大臣 或者派这个各个层次的人出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发现其他的宪法不大适合中国 所以他们就学日本 再有一个就在晚清的刘洋的热潮中 大致刘洋的主要就是到日本 因为咱们认为日本同文同种又近 而且当时都是学速成的 去那以后马上就把日本东西就等到中国来 所以当时这个他整个宪法从起草到文本 从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学日本的 谢谢 接下来呢是我们在座的现场观众提问的时间 孙杨树您好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社公民的参与意识就是对社会众者参与意识还是很强的 像当时的学生基本上就是是团体 然后就是世卫游行非常多 而且很容易就会形成全国性的风潮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这个清政府在大纲上也就是法律上对这种公民权利的保障 与这种公民的参与意识以及他们的行动有什么关系呢 就如果说有积极的影响的话 那么影响有多大呢 谢谢 清政府的这个宪法大纲对人民的权利有了一部分规定 特别是他其中的六条是人民的权利 规定了言论的自由啊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种规定啊 在其层意义上讲 首先就是他提出这个宪法大纲 提出要预备访刑宪憲政 他就是迫于当时 整个形势的发展和 整个中华民族的觉悟的发生 又晚清的这个宪政运动 立宪党人革命学生 包括激进的这个知识分子 学生的这个力量啊 当时他的这个这些风潮学潮啊 给清政府的这个压力是足够大的 这个足够大呢 迫使他自己在他的这个里面 而且他又学习了其他各国的经验 你不规定不行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从他积极意义上来讲 他还是因为你规定了 那么你又去假如在你实行的过程中 你又去镇压 那么人们就会拿出法律来质问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他规定的有历史给他推到这一步 同时也有他对宪政的基本认识在这 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去主动的到 非常认真的去到外国去学习这些西方的 限定的理念了或者策略了什么 而最后是被动的 谢谢 我觉得这还是涉及到一个这个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啊 时事造英雄 英雄造时事 如果就清朝而言 清朝的入关后的十二个皇帝 那都应该说秦政是没得说的 但是作为雄才大略 那是屈指可数 我觉得除了康熙皇帝 除了雍正皇帝 再有再可以数的上来的话 我就觉得就是乾隆 剩下的皇帝 我觉得这个早期多一点啊 到晚期守城的多一点 晚期皇帝对京西都很讲究啊 他那个敲打锣鼓是非常在行的 常常他上的客串那个配的那个小乐队 他去敲打锣鼓啊 在这些意义 这些皇帝各有自己的特色 但就鸿蒙远烈而言 我觉得晚期皇帝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期指望一个人像彼得大帝那样主动学西方向西看 那我觉得非常难 就话又说回来 康熙又怎么样呢 康熙对天文算学很有研究 而且甚至自己做几何题 把他的那个平非一共多少个算一下 每人每月发多少银子算一下 他他他数学都搞这些研究去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把这些天文地理算学知识 让民众知道 所以就这个见识而言 我觉得没法跟彼得大帝相比 所以我觉得缺乏政治远见 缺乏政治智慧 孙老师您好 那个就是听了您的讲座 我觉得就是这个晚清新正时期 是那种受西学的影响非常大 欧逢美与见来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也是一个西学非常盛行的时候 而且也是在进行了一场 非常前无古人的那种一个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么呃就是说是呃 晚清新正有什么 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谢谢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说 呃改革和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 呃大同小异或者相当类似啊 但是起点和背景大不一样 从起点从背景来看啊 呃中国今天的国家地位和一百年前的国家地位 绝对不一样了 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你说改革的甲乙丙这些措施 我觉得可能会有雷同的地方啊 当然就借鉴而言啊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要激化社会矛盾要就是要一定要这个把这个社会各个关系啊给那个就是调调谐好 所以我觉得这非常像今天咱们的那个呃国家的这个国家政策啊就是搞和谐社会 跟这个非常近似就如果你社会不和谐了 社会不稳定了 你去激化矛盾 你一定会适得其反 改革就不能成功 非常感谢您和我们现场观众所做的交流 发生在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呢 虽然他以失败告终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清政府的衰落 但是无论如何正像刚才孙燕金女士在演讲当中给我们讲述的那样 他标志着中华法系这种传统的法系逐渐的呢开始解体 特别是1908年所颁布的清令宪法大纲 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 而且还第一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我想它的积极意义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去忽略的 而且也是值得我们在今天仍然要去好好研究 去认真思考的 好 再一次感谢孙燕金女士 今天呢是来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 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